鬼去图和他的提拔 黄苗子 话说,18世纪乾隆年间,有一位卖画为生的艺术家,他久住在扬州天宁门内,弥陀像。 扬州这个地方风景秀丽,文化集中,并且是当时富甲全国和世青朝野的盐商集中之地。 他早年拜了鼎鼎大名的文人金农为师,参与了那时影响极大的反保守主义,反封建正统的艺术流派。 扬州八怪,他的名字叫做罗聘,是扬州八怪中最年轻的一个。 罗两峰大约在乾隆三十六年,为了给他的老师英文籍的事,跑到北京住下。 他保看了当时所谓乾隆盛世上层社会的真实面貌。 忽然动了念头,要给这些人开个玩笑,于是利用他生理上的特点,眼睛生得比别人蓝一些。 便宣称自己这双蓝眼睛能看见鬼物,他说鬼这种东西,凡居士及都市,冲冲往来不绝。 欲富贵者则眼闭蛇形,贫贱者则负坚涅足。 耶鱼百端,于是便把唯有他自己能看见的鬼,画成为鬼去图。 在当时的京城里,这几幅表成长卷的鬼去图,便轰动一时。 有的看了,探上惊奇,有的看了,做会心的微笑。 画师,罗两峰,因为有这一双怪眼和一卷怪画,便很受到社会人士的注意。 三智都门,所主,即当代巨公,也就马上成为当时的名画家了。 鬼去图一共八幅。 第一幅,满纸烟雾,隐隐看见些离奇的面目肢体。 第二幅,一个短裤尖头的胖鬼,急不先行。 一个戴着英帽的兽鬼,在后面跟着他。 第三幅,一个衣服华丽,面目可赠的阔鬼,拿着兰花,再靠近一个红衣女鬼,做泥语状。 旁边一个拿扇的白帽无常,在那儿倾听。 第四幅,一个矮鬼扶杖居地。 一个红衣小鬼在他的鞋池下,给他捧着酒拨。 第五幅,一个长脚的绿发鬼,伸出长手,做抓拿状。 第六幅,是一个大头鬼。 前面两个,一面跑步,一面慌张回顾的小鬼。 第七幅,在风雨中,一个鬼打着伞匆匆忙忙地走。 前面有个先行的,还有两个鬼脑袋,在伞旁出现。 第八幅,是风铃鼓肿,两个白骨蝉颜的独楼在说话。 罗两峰不但喜欢画鬼,而且喜欢说鬼,虽然他不承认所话和所说的都是开玩笑。 可是,谁都知道这位画家在拨弄脚快,他一本正经地借鬼来骂人。 罗两峰,自哨追随,与多放淡,不可以靠公事省事拟之的精农。 并且,在马约、管兄弟所来往的著名学者中,也受到当时进步的思想家、戴震等人, 劫遇之害甚于房川等,主张个性解放的思想影响。 另一方面,在清朝贵族的统治下,残酷的文字欲不能不叫人寒心, 牵涉到人的事情总不大好谈,说鬼还比较稳当。 鬼戏图的创作,不过和较早的聊斋志义及同时期的子不语, 粤威草堂笔记等文学作品同一类型。 也是当时整个文艺风气反映在绘画上的一种表现。 然而,这在绘画上便产生了一种新的风格,成为现代漫画的烂商。 并且给当时毫无生气正统派保守派占优势的清代画坛投下了一颗炸弹。 清道光年间,学者吴修提到鬼戏图的做法说, 先以止速运湿,后乃行墨涉色,随笔所致,折成幽怪之相,自饶别去。 这种从泼墨山水引用到人物画上来的方法,把空灵妙明的气氛表现得十分成功。 在人物刻画上,作者使用简练、捕捉的线条,表现古怪出奇的形状, 使人看得轻松可笑,充分地把鬼去刻画出来, 成为一副在小品风格上说明作者战身的艺术修养的作品。 鬼去图的讽刺对象到底是谁呢? 画家始终在卖关子,可是两百年来,好几十位诗人却借他写出不少嬉笑怒骂的绝妙好词来。 中国艺术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画和文字结合。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可以互相发明,使作品的艺术性加强。 我说这是显著特征,因为这是西洋画中所没有的。 谁也未见过在蒙娜丽莎上提诗一首这回事。 罗两峰的鬼去图 七毫附近,提汉已多。 刚画好,就有不少人在上面提勇。 后来,这个卷子他自己带回扬州。 1779年以后,罗两峰两字再到北京。 这幅自己最心爱的作品都随身带着。 遇到知己朋友,便拿出来欣赏。 便也有不少人在上面借题发挥起来。 有位石湖鱼饮无照,就提上两首七诀。 白日青天羞说鬼,鬼仍有趣更奇灾。 要知形状难堪处,我被噎语办事来。 肥起短长,君眼见,与人众戒更兼魔。 请君誓说,严伏戒,到底人多是鬼多。 徐大荣提的是,早岁已持无鬼论,中年多被鬼噎鱼。 何人学得燃烯法,逼取真行入画图。 短长肥瘦太和书,更有妖魔,冒绝珠。 我向中南求敬事,晴天莫放,鬼群躯。 原子才把罗两风引为同调,认为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鬼的有趣。 他写道,我窜鬼怪书,号称子不语。 见君画鬼图,方知鬼如许。 知此去者谁,其为物于你。 画女须画美,不美成不清。 画鬼须画丑,不丑人不惊。 美丑相轮回,造化为丹青。 传说,鬼死为你。 原子才最后幽默地写道。 我闻鬼画你,鸦鸣国中在。 狐不奸画之,比鬼当更怪。 君月孤徐徐,上阁两重戒。 周有声的提拔却和原子才相反。 他在一首长谷的末段写道。 我闻古人画马入马腹,画鬼当忧,剁鬼族。 不知人鬼相隔只一尘,画曲和弦,竟逼真。 却愁他日升天去,鬼向先生起画人。 从人在阳间画鬼,想到将来死后,鬼在阴间要画人,可谓匪夷所思。 其实,人看见鬼的世界阴风惨惨,但在鬼看起来,那种人吃人的阶级社会才更阴惨呢。 关于第二幅《受鬼跟着胖鬼那张话》,蒋世权这样提。 王家同约,太凡苦,鬼奴兮兮随鬼主。 主人衣冠,如何用此往雷区,但有精类,无肌肤,无衣无贺,但有乳。 破冒龙头,阴漫湖,徐行吊臂,学浮乳。 欲皆呼,恶鬼咎咎,提鬼哭,不及豪家私养足,但能衣室得止钱,鼻涕何妨,长一尺。 郭祥伯在1806年提的,不坐而驱,不酷而辱,前行绰绰,后行诛诛。 一笔蓝旅,其穷之土,其无窃马,而驱尔鱼,约其生前高官大车,都是急挖苦之能事。 蒋世权,把这一肥一兽,说是鬼奴鬼主,我看是可能的,看那兽鬼一身金光,却还戴着清朝官帽,可见他虽然做了恶鬼, 但还放不下封建奴才的臭架子。 郭祥伯却把宣赫不可一世的封建统治者剥去外皮,露出本相,也是蛮有意思的想法。 字号,蜀山老园的文学家张问陶给第八福,那在林子里的两个独楼,提上慷慨悲愤的一首诗。 欲能腐臭,欲神奇,两树骷髅,尾鹿齐,对面不知人有苦,道头方性,鬼无疲。 惊骇见朽,还为力,心肺全无,却可疑。 黑塞清零,生去苦,莫须争唱,报家师。 这就是清朝封建贵族统治下上流社会的缩影,在这个社会里见到的多是毫无骨气的人。 他们所有的本领是剥削人民,到了最后连老百姓的皮都剥光了,快要落寞的封建地主阶级一天一天腐朽下去,压迫剥削的手段却是变本加厉起来。 这些家伙都是没有心肝的冷血动物,在这个社会里生存是苦恼的。 李长吉的诗句有《秋坟鬼畅报家师》,《恨血千年土中弃》,与其说是鬼的哀怨,不如说是人的苦仇。 罗亮丰的鬼去图这样的引起当时诗人们的共鸣。 他们的诗和罗亮丰的画在风格和内容上便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 给清代中叶的一坛留下了佳话。 罗亮丰画鬼去图和吴静子写《汝陵外史》,差不多同时《汝陵外史》写成《人争传血之》。 鬼去图画成也到处受到当时知识界的欢迎。 这说明了十八世纪中叶反抗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思想,反映在文学艺术上所形成的浪漫主义运动正在出现。 当时,绘画部门那呆板乏味的四王山水, 即毫无声气的如意馆、宫廷派、花鸟画都已失去社会的支持。 先进的人们对艺术要求回到人的社会中来。 同时,人们也了解到文网日密的情况下,看不到真正的人,并看看鬼也就满足。 何况当时整个绘画界保守顽固的空气浓厚, 庸俗的画家即使画人也只是千人一面,失去了人位。 因此,宋宝纯在这个卷子里叹息着, 庸守画人不死人,妙守画鬼得鬼去。 但是,即使谈虎说鬼,也会触犯封建上层社会的忌讳, 因此对罗两风深切爱护的成渔门, 便也在提拔中劝他宁可多画些梅花, 司徒即奇特,洗手勿轻事, 主要也是怕在政治上会遭到毒手。 乾隆以后扬州八家的影响, 旨在水墨花卉。 即血液山水方面创开心路, 讽刺性的漫画作品却没有大量发展起来。 直到清末,封建皇朝已经极端衰入, 那是中国画形式的讽刺画才开始出现。 选字,霍郎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